哎呀奥特曼叔叔奥特曼爸爸还有奥特曼哥哥 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怎么全部躺在地上呀 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啊有人来了 我我我这该怎么办呀 哎呀还是赶紧躲起来吧 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哈哈大哥你快看 这些奥特曼都被我们封印起来了 哎大哥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土豆呢 哎呀不知道呀 可能是刚刚带过来的吧 哈哈现在就没有奥特曼图子我们破坏了 走吧我们再去破坏植物庄园 大哥你先别着急 要是这些奥特曼解除了封印 怎么办呀放心吧 我给他们加过魔法了 只要小朋友们不这样这样这样 哦我知道了 只要小朋友们不点击关注和评论666 他们的封印是解不开的 哎呀你怎么把解除封印的方法说出来了呀 要是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听见了 那该怎么办呀 没事的大哥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现在他们正在玩呢 没有时间给奥特曼们点击关注和评论666 那要是他们不玩了 给奥特曼们点击关注 发送评论666怎么办呀 放心吧大哥 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早已经把植物庄园全部破坏了 那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破坏植物庄园吧 不好不好 他们要去破坏我们的植物庄园 这可怎么办呀 哎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点击关注评论666 救救奥特曼哥哥们呀 这样他们就能拯救我们的植物庄园了 哇这个小猪滑滑梯可真好玩呀 哎呀猪子饿了 我去拿一点好吃的来吧 听说这个滑滑梯很好玩 嘿嘿 我要把它的电池拿出来 然后拿回去玩 哈哈走喽 拿走电池回去玩喽 我来了 哎哎哎 滑滑梯怎么不动了呀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我翻过来看一看 哇我的电池怎么不见了呀 我是小妖怪 嘿嘿 哈哈嘿 哎那大哥哥那大哥哥 是不是你拿走了我滑滑梯的电池呀 小乔治 小乔治 不是我 不是我拿的 我没有拿你滑滑梯的电池 你看吧 我兜里摘的是好吃的巧克力了 小乔治你要吃吗 不吃了 那大哥哥 看来真的不是你拿的 我是一个好僵尸 好要好僵尸 小僵尸 是不是你拿了我滑滑梯里面的电池 不不不是我 我我没看见 那你把你的玩具盒子打开 让我看一看呀 哼 我才不打开让你看了 我要走了 哎哎 小僵尸 你别走 别走呀 爸爸爸爸 有人在追我 嗯 是谁在追我的儿子呀 啊 是僵尸爸爸 我才不怕你们呢 我有奥特曼哥哥呢 奥特曼哥哥 奥特曼哥哥 快来呀 什么事呀 小乔治 啊 是奥特曼 小乔治怎么了呀 奥特曼哥哥 我的滑滑梯电池不见了 我怀疑是小僵尸拿的 小僵尸 真的是你拿走了吗 爸爸 是我拿的 真是对不起啊 奥特曼 我现在就把电池还给你 小乔治的电池 我也还给你们了 你看你们能不能原谅我的儿子呢 这个呀 我要问一问小朋友们了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该不该原谅小僵尸呢 如果原谅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不原谅 就发送666吧 今天是弟弟的生日 看 这些都是我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他不仅可以用于学习 成绩还可以变成其他的玩具呢 我现在就展示一个给你们看看吧 看我把数字一变成什么 先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哈哈厉害吧 变成了一个坦克车 是不是很神奇啊 姐姐姐姐 你在干什么呀 弟弟 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啊 姐姐 怎么都是数字呀 弟弟 这可不是碰的数字哦 他还可以变成其他的玩具 你看 姐姐的数字一变成了坦克 那我们来看看数字二 可以变成什么吧 先把它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再这样 看 变成了一个飞机 是不是很厉害呀 那姐姐姐姐 我可以来玩吗 当然可以啦 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呀 这些都是你的 嗯 那我来看看数字三变成什么吧 嗯 应该是这样吧 哦 这样 然后这样 哇 对了 马上就把它变成功了 哇 原来是个游艇呀 姐姐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真是太棒了 姐姐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我太喜欢了 不客气 弟弟 你喜欢就好 小朋友们 过生日的时候 你们有收到什么礼物呀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买糖果嘞 买糖果嘞 我买一个吧 好呀好呀 你想吃什么形状的糖果呢 嗯 我要吃那个天天牵形状的 没问题 没问题 老板 来一个天天牵形状的棒棒糖呦 好的 给你 爸爸爸爸 我也想吃棒棒糖 哎呀 儿子 咱不吃棒棒糖 我们没有钱呀 咱们是怪兽 嗯 不嘛 不嘛 爸爸 我就要吃棒棒糖 我就要吃 哎 那好吧 老板 老板 我可以奢一根棒棒糖吗 不行 不行 我这可是小本买卖 不能设账的 啊 小怪兽 你听 他说了 不能设账 爸爸就没办法 给你买棒棒糖了 走吧走吧 那好吧 妈妈妈妈 我还想再买一个棒棒糖 行不行呀 没问题的 佩奇 那就再买一根吧 你要什么形状的呢 嗯 我还是想要那个天天牵形状的 好的好的 没问题 给你吧 小怪兽 这个棒棒糖送给你 太好了 又躺着了 谢谢你佩奇姐姐 哎呀 小如佩奇真是太好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送给佩奇 一个小红星吗 表扬表扬她呢 小朋友们 你们快排好队 我要给你们发棒棒糖了 真的吗 眼睛哥 你真是对我们太好了 当然是真的了 因为你们都是 可爱又善良的小朋友 好了好了 我现在就来给你们 发棒棒糖吧 给小猪佩奇一个棒棒糖 再给小乔治一个棒棒糖 然后再给小奥特曼 一个棒棒糖 哎哎 怎么没有棒棒糖了呀 我的棒棒糖到哪里去了呀 眼睛哥眼睛哥 你是不是没有准备我的呀 当然不会咯 小奥特曼 我怎么可能没有准备你的呀 嗯 真甜 真好吃呀 哎 小狗小狗 你吃的是什么呀 这么甜 眼睛哥 我吃的是泡泡糖 你看呀 这个泡泡糖太好吃了 你要吃吗 我不吃了 谢谢你 嗯 嗯 这个糖果可真美味呀 哎 大鱼 大鱼 你嘴里吃的是什么呀 快张开嘴 让我看看 我吃的什么 怪你什么事呀 我就不张开让你看 大鱼 你肯定吃的是我的棒棒糖 快张开嘴 让我检查一下 我就不让你检查 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好呀 你不让我检查 那我就要叫奥特曼 来惩罚你咯 啊 别别别 别叫奥特曼 我这就张开嘴 让你看 啊 好啊 原来我的棒棒糖 在你这嘴里 是你拿了小奥特曼的棒棒糖 啊 对不起啊 眼睛哥 我特别喜欢吃棒棒糖 所以就拿了你给小朋友们 准备的棒棒糖 眼睛哥 你能原谅我吗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大鱼啊 如果让我原谅 你们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不原谅 就评论666吧 孩子们 妈妈回来了 哎呦 这怎么回事呀 可以去瞧这 你们两个快出来 怎么了 妈妈 我就是出去一会儿 家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呀 嘿嘿 妈妈 你别生气 我们这就收拾 这就收拾 赶紧收拾赶紧 不然晚上妈妈 就不带你们出去吃大餐了哦 好的 妈妈 你就放心吧 那你们自己在这赶快收拾 妈妈先去休息一会儿 哎呀 这么多东西 怎么收拾的过来呀 还是等晚上再收拾吧 不行 弟弟 要是我们收拾不好 晚上就不能出去吃大餐了 哎呀 姐姐 我现在太困了 我这样子都快睡着了 等我睡一会儿起来再说吧 弟弟 这些玩具明明就是你自己拿出来的 还让我自己一个人收拾 哎呀 姐姐 刚晚上我一定收拾了 不行 弟弟 我们要现在赶快收拾 不然就不能出去了 哎呀 那好吧好吧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哎呀 总算收拾好了 我都快睡着了 孩子们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嗯 不错不错 收拾的可真干净 妈妈 这些都是我收拾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奖励我呀 啊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如果是乔治一个人收拾的 你们就发送数字888告诉我 如果不是 你们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 不好了不好了 怪兽马上就要追上我了 这可怎么办呀 不行 我得赶紧躲起来 哎 这里有一堆木头 我就躲在这些木头后面吧 哎呀 不行呀 这样怪兽一来就看见我了 不行不行 我要把这些木头堆起来 这样怪兽就发现不了我了 我要把这个木头堆得高高的 这样怪兽就不能发现我了 怪兽太厉害了 我要把这些木头堆起来 小朋友们 你们快点击关注 帮我加油吧 我可不想被怪兽带走 太好了 这个木头堆 我已经堆起来了 哈哈 小奥特曼 我来了 你是跑不掉的 哎 小奥特曼 刚刚还在这里 怎么一下不见了 他不会得到这块木头堆后面了吧 我要把这个木头堆全部翻开 看看小奥特曼 是不是藏在里面呀 我来一块一块的翻开 小奥特曼 你就别藏了 快出来吧 哈哈 小奥特曼 你别藏了 我都看见你了 啊 行不行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帮我发送一些红星能量吧 让我打败这个怪兽 拜托你们了 哈哈 小奥特曼 小朋友们是不会给你发送红星能量的 怪兽 你胡说 小朋友们是站在正义的这边的 他们会给我送红星能量的 哈哈 我终于有红星能量了 怪兽 就让你尝尝我小奥特曼的厉害 奥特光线 发射 哎呦 哎呦 这个小奥特曼 怎么迪小子这么厉害呀 我还是赶紧跑 赶紧跑吧 谢谢小朋友们的红星能量 帮我打跑了 怪兽 小朋友们的红星能量